芒果台推出的殷宗类节目 终于打破了常规的模式 让大家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时光音乐会 不再以竞技性作为噱头和看点 而是将有情怀的歌手 请到节目中唱响经典歌曲 这种慢综艺的形式 没想到竟然与殷宗节目的契合度如此之高 再比如同位芒果台推出的生生不息两季节目 一季聚焦港乐 一季聚焦宝岛 均拿下了7.2的口碑评价 这档节目最精彩的地方 不只是大家熟悉的音乐人们 畅想熟悉的旋律 更是加入了大合唱的环节 每一次到了节目末尾 都让人忍不住期待所有的歌手同台 全场跟着一起大合唱的画面 正是因为这些殷宗类节目 做得都很成功 因此两档节目都接连推出新一季 而这一次与大家见面的是 生生不息 嘉年华 节目正式播出之前 就已经提前进行了预热 不得不说 选择的嘉宾 简直是精准的拿捏观众喜好 这一季既有像孙楠 韩红这样的老将 也有口碑实力都很在线的黄启山 古居姬 而向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芒果台 还将浪姐和批哥的人气嘉宾陈楚生 王心灵 谭维 胡彦斌都请到了节目中 还有因宗类节目中的 常客与可为 汪苏龙 周深有实力又有好性格 综艺感爆棚 为了让大家有新鲜感 节目组还请来了时代少年团的宋亚轩 让观众感受了一波新生代的力量 而这一季的主题是嘉年华 将视角从港台拉回到了内地 12位歌手和飞行嘉宾 将共同畅想百年来中华大地广为流传的金曲 并探寻百年中华音乐的足迹 嘉宾讨喜 利益宏大 这样的音宗类节目才是真正有料又有看头的 不同的是 这一季嘉年华为了与主题相契合 一上来就给观众科普开了 让大家跟着节目一起了解了中国百年音乐史的发展 从没有中国音乐到中国音乐站在世界舞台上 再到各式各样的歌曲形式进入大家的视野 其中既有歌唱祖国这样的红歌 也有传唱度颇高的叶上海 还有一些极具跨时代意义的歌曲 首期节目依然诚意满满 一上来就让嘉宾们各种搭队合作 亦或是单独演唱曲目 一口气唱了15首歌曲 试问哪一档音宗类节目 敢这么大手笔的 在第一期就把调子起得这么高呢 然而就是这样一档可圈可点的节目 却直接成为了赵妖镜 当陈楚生等人开口后 破防人算是照明白了 从部分观众的差评来看 有人直言改名叫生生不息红歌会吧 也有观众难以接受看的音乐综艺 还得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显然在这部分观众看来 生生不息 嘉年华这一季的节目 已经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红歌会 不看节目 很容易被这样的差评带跑篇 但看过节目后才知道 15首歌曲中 真正称得上红歌的并不多 关键是 这些红歌并不是为了所谓的思想教育 而是与中国百年音乐发展史联系到一起 在抗战时期 红歌作为中国音乐发展史上 不可抹去的红彩篇章 有太多旋律一响 就能让观众跟着一起唱一起 泪幕的歌曲了 而从弹幕中观众的评价来看 比如谭薇薇唱英雄赞歌时 就观众直言 听了头皮发麻 把自己都唱哭了 歌曲选得非常震撼人心 且温暖有力量 而听哭了的不仅仅是观众 还有其他嘉宾 这就恰好说明 那些看都不看 就给节目贴上红歌会标签的破防观众 给照明白了吗 当韩红唱完唱之山歌给党听时 高音一出 更是让人激情澎湃 没有听到这首歌曲 想要强行传递某种价值 给大家洗脑 只听到了韩红浓烈的情感 用弹幕中观众的话来说 就是这才是国泰民安的声音啊 作为一档音宗位的节目 选择什么样的歌曲 能够真正调动观众的情绪 本就没有限制 既可以是情歌 也可以是爱国歌曲 难道仅仅只是因为这些歌曲是红歌 就不能登上综艺节目了吗 爱国本就没有错 综艺节目用红歌来宣传中国音乐 更没有错 真正出了问题的 是某些狭隘的人 把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解读成所谓的别有用心 就算这一季的生生不息 别有用心 那也是希望中国人能够更了解 我们自己的音乐 了解中国音乐的发展史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被再度唱响时 也相当考验这些嘉宾们的实力 可以看得出来 无论是谭维维 韩红 还是胡彦斌 张琦唱响这些曲目时 要么进行了改编 要么极致还原经典 他们嘹亮的嗓音背后 让我们看到的 恰恰是这些音乐人 对中国音乐的尊重 和国人的时代精神 而这一季选择的这些嘉宾 也暗含了节目组的巧思 从毛艾敏到韩红 再到陈楚生 汪苏龙 宋亚轩 他们代表的 恰恰是中国音乐 在某个时代的标签和符号 更是一种 有老到新的传承 这一季的生生不息 从来没有对爱国 这件事情遮遮掩掩 甚至在节目播出之前 就已经放出了 本季嘉年华主题的概念海报 一家人在大树的影子下 欢聚一桌 单薄的树影 形成了中国地图 两个孩子已经在母亲的怀抱中 还有一个孩子 倒影是宝岛台湾 正投身母亲的怀抱 这档综艺 本身就是想要通过四海一家 宁心俱气的画面 来传递出天佑中华 国泰民安的美好奇愿 那么在节目中出现红歌 本就无可厚非 那已经四个多月 没有露面和发声了 而随着生生不息三 也就是生生不息 嘉年华的开播 又再次被热议 因为节目中的 他被彻底冷落 成为了烫手人物 不仅不能露脸 更是连名字都不能提了 一时之间 那应成为了华语乐坛 颇为尴尬的存在 先是先导片中 提到谷建芬的学生 有着孙楠 毛阿敏 谢小冬 刘欢 就是没有那应的名字和画面 然后谷建芬师徒合照中 原本那应是在列的 却被裁掉了 在各种公开资料介绍中 那应都是排在 刘欢后面的一个重要学生 此后才是孙楠 毛阿敏 谢小冬等 谷建芬曾评价 那应长了好嗓子 配了狗脑子 更是嘱咐 他要想把歌唱好 就要先摸性子 也是为他写过歌曲 《清清世界》 另外 介绍音乐史时 到了90年代 21世纪初这个时间段 列出了杨玉莹 林一伦 陈明 老郎 郑君 田镇 孙岳 朴树 金海星 胡海权等代表歌手 甚至还提到了汪峰 但就是没有奈因的名字 到了第一期正片节目 陈楚生和郁可为 重唱了奈因和王菲春晚 合唱的歌曲 《相约1998》 终于算是间接提到了奈因 但是谁可曾想到 郁可为采访环节 播放《相约1998》的 春晚片段时 又把奈因给剪掉了 只留下了王菲一人 在介绍影视剧Ost时 又列出了刘欢 毛阿敏 孙楠 杨玉莹 陀鸿刚 韩磊等歌手 甚至说 这些歌手演唱的影视歌曲 也是支撑起了 华语乐坛半壁江山 但又一次没有奈因的身影 一时之间 奈因成为了禁忌 名字不能提 画面不能录 但还是不经意间 会涉及到内因的歌曲 这足以说明 那个年代的 内因是华语乐坛 不可或缺的存在 占据着重要一席 从1988年西北风格的歌曲 《山沟沟》开始 奈因开始登上 华语乐坛的舞台 然后 凭借歌曲《山不转水转》 获得全国电台评选冠军 全国青年歌手新人奖 之后相继推出了 《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等专辑 《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等歌曲 开始席卷大江南北 让他一次次获得 全国十大最受欢迎歌手奖 进入新世纪之后 先是凭借专辑《辛酸的浪漫》 和同名歌曲《辛酸的浪漫》 分别获得第十二届台湾金曲奖 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最佳作词人奖 然后又是获得第一届 NTV亚洲大奖 中国内地最受欢迎歌手奖 在早年 也是先后未未电视剧 《山不转水转》 《过靶影》 《爱你没商量》 都市平安夜演唱过歌曲 尤其那首《山不转水转》 更是让他开始大火 在因结婚生子 逐渐从歌坛隐退之前 那因更是先后九次登上春朗舞台 不管是从哪一方面看 那个年代的那因 都是和刘欢 毛阿敏 孙楠等歌手 处于同一地位的歌手 内地流行月天后的名头 并不是凭空而来 当然 一切开始转变 是从那因复出回归歌坛开始 靠着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再度爆红 迎来事业第二春 但与此同时 那因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而到了参加浪姐 那因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 事业再度回暖 但却彻底沦为了综艺卡 近三年 其参与的综艺 除了专业方向的节目 《我们的歌》 经典永流传第三季 2021中国好声音 浪姐2浪姐3 乐队的夏天第三季 声声不息 宝岛季 此外还有跨界的各种类型节目 诸如《蒙探探探案》 《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 《向往的生活》 《中餐厅》等 尤其真人秀节目 这是以往它很少设计的 如今却大量的参与 也是让它备受诟病 但却没想到 到了今年 先是刀狼新歌 罗刹海誓的发布 然后是好声音 李文录音事件 一次次把内因 推向了舆论的风口狼尖 结果是 中国好声音停播了 奈英也隐退了 8月22日 奈英因为身体欠佳 请辞春浪音乐节上海战的演出 8月29日 奈英又因为健康状况 取消了澳门演唱会 什么身体原因 健康状况 这些不过都是借口而已 明眼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内因不过是想要低调而已 当然 不仅奈英想要低调 如今生生不息 嘉年华也是为了避嫌 彻底屏蔽了内因的一切 可是要知道 内因还是上一季生生不息 宝岛季的重要嘉宾 也是参与了芒果的两季浪季 不管怎么说 内因都是芒果的特别优待的歌手 甚至不久前 芒果台观博还为内因庆生 但如今面对争议 不得不选择规避 冷落内因 低调处理 不是内因追不起 而是这因更具性价比 当万圣节 靠死内因的这因火爆出圈之际 更是让沉默的内因 担大至极 而如今同样如此 当节目中提到中国的流行音乐时 特别强调了离不开民歌的特点 尽管很早就有人尝试了 但是直到今天 这方面华语歌手做得依然不足 但有人却走在了前列 节目中特别提到了 刀狼新歌《罗刹海事》 而这就是基于民乐民调的创作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流行音乐 刀狼的《罗刹海事》 能够出现在节目中 成为代表典型 证明了刀狼新歌的价值和意义 也是说明着刀狼做对了 又一次走在了时代前列 汪峰放在了过去那个年代 而内因是压根不能提 差距一目了然 汪峰 内因的功绩 只能在华语音乐史中看到 如今是早已落寞了 那因更是惨不忍睹 曾经的乐坛天后 如今的综艺混子 口碑一落千丈 歌唱止步不前 只能啃老本了 尽管老本够他 一直啃下去了 但一旦对比起来 就是莫大的伤害 他们那一代歌手 都已经年过半百了 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 早已过去 可是有人依然坚守初心 挑战创新突破 为华语音乐 积极奉献努力着 但有人却已经开始 一样天年 不思进取 堕落了 尽管没有错 但却令人遗憾可惜 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也是会做出 最为公正客观的评价 在如今 华语乐坛 为你不振之际 作为前辈歌手 还是需要肩负起重任 不能过早地选择 过度享乐 自甘堕落下去